巴黎奧運今天凌晨最振奮人心的一刻 就是我國的女拳王林玉婷 她是靠實力狠甩性別爭議 也打敗了波蘭的女將拿到金牌 可以看到林玉婷今天在頒獎台上 她是忍不住哭了出來 她說當時想到脳海浮現很多人生的跑馬燈 包括從開始練拳到現在 所有辛苦的時刻全都歷歷在目 而包括了波蘭還有土耳其的選手 也送上了大大的擁抱 可以說是兵士前嫌 更有外國媒體用林玉婷亮眼的表現 來回應外界的誤解 至於林玉婷的媽媽也說 受訪的時候她非常感動 她說林玉婷真的做到了 回來要多抱抱她 另外總統賴清德也在賽後 打電話給林玉婷的媽媽說恭喜 大讚林玉婷真的很了不起 讓世界看見台灣精神 慶賀的鞭炮聲響撤林玉婷 英哥老家鄉親都來祝賀 林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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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聲大喊金牌林玉婷 大家更是圍繞著林媽媽搶拍照 凌晨看完比賽都現在都沒睡 女兒奪金的悸動跟喜悅全寫在林媽媽臉上 這十五年來她真的是拼盡她的權利 然後她也真的是做到了 一路上講真的 我替她很開心 然後有點感動我也說不出來 這一路走來林玉婷的努力和辛苦 媽媽全看在眼裡 我看她釋放了啦 結果她也真的是哭翻了 你一路的堅持然後辛苦 真的是替台灣爭取到那個一面金牌 謝謝你 然後媽媽真的是很感動 對 回來會好好的擁抱她 第一時間總統賴清德也致電禮 媽媽恭喜林玉婷奪金 頒獎時林玉婷還不忘幫對手整理衣服 大將風範 讓林媽媽更是驕傲 運動家的精神 其實她以前都就是這種個性 她也會說可能有些 她有一點打包不平的個性也會有 然後說比較不太那個 她會去主動幫助人家 然後會指導一些學弟妹 不只林家開心 林玉婷的母校因哥工商 校長 教練 學弟學妹們也餘有榮焉 她是女生 你又給她跟男生一樣的份量 或是內容 她其實她都是好好的把她吃下來 教練同感光榮 再次見證學姊林玉婷拼搏精神 學妹們熱血沸騰 更要向學姊看齊 很多人在台上都會緊張 但是學姊在台上感覺就是 輕輕鬆鬆 我要自霸全場的感覺 可以看出她的心態非常的穩定 然後不會受到外界的流言干擾 然後也發揮得很好 林玉婷遭受性別質疑 依然勇敢面對精益奮戰 用成績證明給全世界看 玉婷 你好棒喔 記者盧俊明 黃十芬 SNG小組 新北報導 執行